各位台北市政府文化局蔡巨帳 我們策展人水月社區公司的阿寡小姐 今天與會的各位衛逼財電公司的各位同仁 大家晚安 大家好 要到這個地方來 剛剛下車走到這裡走得一身汗 可是看到這個場域又覺得好涼快 因為我們今天特別在這邊辦這個特展 事實上是有非常特殊的意義 每一天我們都在日常生活當中需要 有台電公司提供光跟電 光跟熱 尤其是像這麼樣的一個繁華的都會地區 這麼熱鬧的百貨公司 如果裡面沒有冷氣的話 我相信人潮不會這麼多 但是這些電 這些冷氣怎麼來的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電廠所在地 都是非常的偏遠 不是在山裡面 就是在海邊 一個巨大的電廠 它所發出來的高壓的電力 要輸送到我們生活當中的每一個角落 它是經過了千山萬里 由高壓轉變為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的用電 它需要層層的轉變它的電壓 要長途的輸送 非常的不容易 那各位看到我們在現場的這些變電箱 它就是在轉變過程當中 進入到我們家戶用電的地點的 最後一里路的電力設施 所以各位想一想 海電公司現在已經成立了73年 這些變電箱是不是就是跟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已經共存了73年最少 因為事實上有很多的建立建設施在百年之前 日據時代就有了 那這些變電箱 它代表的意義是什麼 是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不可破缺的一部分 尤其是在都會地區 像台北市 像我們的新風山越附近的這些地區 沒有這些變電箱 就沒有辦法提供大家 好品質的電力 跟我們日常生活當中所需要的這些能源 但是變電箱跟日常生活當中 又有什麼樣的衝突嗎 有沒有 確實是有 從過去海電公司有很多的變電箱 因為它的所在位置是在都會地區 造成了都市警官的一些衝擊 不可會員的變電箱 它一路走來 它到的地方 位置不同 它也應該有不同的一個面貌 不同的設計 所以隨著時代的進步 我們對於美感的改變 我們對於都市生活的美學的一個建立 我們怎麼樣子來隨著時代的進步 讓台電公司提供電力如霧的這些變電箱 融入到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而且看起來是美美的 不會有不舒服的感覺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2016年台電公司參加了台北市政府 所舉辦的世界設計主都的這個活動 我們就感受到台北市政府 我們積極的推動城市美學 減量設計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就是我們台電公司想像榮民的目標 所以非常謝謝台北市政府文化局蔡局長 我們這次的活動 是由台北市政府文化局的大力的協助 讓各位看到的這些變電箱 今天我們有五個變電箱在現場 我們除了讓各位來看看 在這幾年我們在把變電箱 讓它的顏色、它的色彩、它的設計 做一些提升跟改變的過程當中 都展現出了新的設計 我相信大家是有感覺的 過去的變電箱 在郊外地區我們現在還看得到 到處都是綠色 當然在郊外因為有很多的草木 綠色跟環境應該是不會有太大的衝突 那在過去有一段時間 我們也做了很多的彩繪、山水畫等等 因為有一些地區 像都會區的或者是廟會所在的位置 或者是有很多年輕人在活動的地方 他們也希望台電公司在變電箱 做一些形象色彩上的改變 所以我們也做了一些配合 但是到都會地區像在這個地方 它就不一樣 它需要簡化它的設計 所以我們配合市政府的這些想法 我們也在把重要的都會地區的變電箱 做了一些改變 做了一些調整 那我們也非常謝謝我們的策展民 因為在過去的一些設計過程當中 我們把變電箱保留了最基本的 我們所需要的資訊 在這個變電箱上面 所以各位看到的這些變電箱 等一下你如果注意看的話 它有一些數字 這個數字代表的是這個變電箱的座標 這個變電箱的位置 因為變電箱以後非常的重要 我們的智慧電網 未來會隨著我們的大量再生能源 運用進來以後 電網系統非常的重要 一定要非常的快速能夠反應 我們蘇貝電過程當中的一些即時的變化 那這些變電箱所在的位置 都有它的座標 都有它的位置 就像我們的電線桿一樣 那變電箱上面有一些標註 它是電壓是多少的電壓 等等這些是我們留下來最起碼的一些需求 那其他的部分 我們盡量讓它單純 讓它看起來非常的樸素 當然我們今天這個特展主要的目的 除了展現台電公司 在過去這段時間的努力之外 我們讓大家看到 跟城市的設計 跟城市的美學 融入的這個方向 不斷的在努力之外 我們也希望藉這個機會 讓大家了解 變電箱到底是什麼樣的東西 所以在後面 在各位的左手冊 裡面的這個展場裡面 各位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變電箱裡面有哪一些東西在裡面 各位就會知道 變電箱原來不是那麼可怕 我剛才跟我們同仁在拍照的時候 在問同仁 變電箱你去摸它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會不會有什麼東西有什麼危險 不會 因為我們做的設計的過程當中 是有它的保護的作用 保護的設施 所以變電箱存在我們的都市裡面 它是我們街道家具的部分 街道家具實際上就是我們現在生活當中 在街道上面它才是必須要有存這些東西 那這些街道家具 我們台電公司的變電箱 已經做了最萬全的保護 它是必要的 它是服務性質的 這個街道家具 我們也做了一些設計的改變 我們希望這個家具讓大家喜歡 日常生活當中 我們看到它的時候 知道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設施 也讓大家想到台電公司 我們做最好的服務 希望台電公司 會各位 為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提供的這些電力設施設備 讓大家能夠有一個穩定供電 更好的生活環境 讓大家感謝之外 也能夠有感動的感覺 台電公司的服務是無所不在 台電公司的努力 我們每天都在進行 兩萬七千位多人員工 每天戰戰進進的 一共電力五天供應之外 我們做最多的努力 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包括台電公司有六支的球隊 各位這兩天我們也看到棒球比賽 裡面有台電公司的球員 表現非常好 台電公司有男女排 去年的亞運表現得非常好 我們這些球員 每一年的夏天 都會到天鄉跟我們的小朋友 一起一起來聽這個 讓我們學童們喜愛運動 我們昨天在台中市辦了第一屆的 中部地區的桌球 頓其莫領比賽 頓其莫領比賽